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袁莫明初的罗冠中 他将民间流传的关于三国的故事 并根据证史 揣摩言辞等等 重新编撰而成的一本完整的章会题小说 三国的故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从历史到小说 中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义 历朝历代的文人和普通老百姓 都给他增添了新的东西 带有他们各自的看法 而罗冠中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也加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 从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 三国演义这本书 主要描写的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 接近百年的历史故事 主要描写的是战争 谋略等等 其中以未属无三国为主 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塑造了一批鲜明的英雄人物